理想汽车CEO理想终于回应了关于新车理想Mega的批评风波 近日理想汽车发布了新车理想Mega 其独特的外观引发了网络的热议伤 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波批评风波 网络上流传出不少对理想Mega进行恶搞的照片和事 对此理想选择了在后面的发生日 他表示虽然身处黑暗但仍然选择光明 同会向黑暗妥协议 他还透露经过深思处理后 公司决定开始反递 用光明反递黑暗 理想还表示 过去时间发生的事情 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了 众多运物和朋友对理想担心 替理想发声 无论过难都在持续地帮助和支持他们 他对此深表感谢 并称这也是他们堂上的核心动力 同时理想汽车也曾表示 这些言论和行为 以及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 将保留追究新法律责任的权利 面对网络风波 理想的回应展现了亲密的立场和勇气 希望这次风波能几快提醒 也期待理想 曼根能为用户带来更多惊喜